有請我們的節目主持 林敏聰 歐善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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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睇大心細 我是林敏聰 我是歐善儀 今天就是父親節 今天是父親節嗎 我想知道林肯送什麼給你 有啊 送你給我 不是吧 不過不要可以隨時丟掉它 還有阿旺說用完記得給他 但是很重要的東西 你送什麼給我 沒錯 因為你是我的老蔥 什麼老蔥 不是老豆 你給老蔥 老啊你 很勉強 笑一下今天這三位美女 第一位就是養漂亮身材正的 很棒 涵玉菸姐姐 涵玉菸姐姐 什麼 真是生氣的 很可怕 這個位置先 第一位就是 我告訴你 養漂亮身材正的 真華膳 真華膳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養漂亮也能稱得上 真華膳 你真是為負良心 傻子 大家看看 真華膳今天穿低胸 梅小玫穿穿什麼 不,這件事是見人見智的 有些人出去大,有些人出去小 有多少粒子 你說年紀就是嗎? 不,就是說年紀 OK,OK 你誰說我啊? 咦? 哇,我忘記了她 好,我們首先,正式開笑 第一位,樣子漂亮身材正的,裴小惠 Yeah 裴小惠很厲害 他真的很厲害 本港開埠以來,第一位是人頭馬聲的 我們除了有三位美女之外 還有一位英俊 記住只有一位 英俊不是要來孝敬的美女嗎? 當然是,不要拘過這位了 他就是中文大學心理系副教授,歐永東先生 很誘惑,笑起來真的很英俊 那我們不如馬上看看第一條問題 去片 很多年青人經常發明聲龍 所以我們假扮一間無特兒公司 派出聲探在旺角街頭尋找測試對象 看看他們在攝影機前是否什麼都肯制 我們現在就是街頭做一個測試 希望會阻礙你們少許時間 第一關是重演電影《重慶森林》中 梁朝偉對日用品自然治癒的氣氛 你看看你,你真的經常哭 我叫你不要哭了,現在已經濕透了 看上去先,不要哭了,知道嗎? 你怎麼瘦了?你怎麼瘦了?你不開心嗎? 沒有了,媽媽 我真是七情上片 連對白過關第二關要求即場會演不同動作 又會不會照做呢? 這麼大把關都周間沒有這位哥哥仔 為求示勁真是好賣力 我們測試過很多人 就算要跳絲帶舞、格劍、跳草裙舞 什麼都照做 不過有些人怕尷尬 好像這位姊姊仔就不多入戲了 第三關,感情戲最難掌握 所以我們要求測試對象 要向我們身材這麼出眾的工作人員求婚時愛 不是吧? 希望你殺給我 殺 來,殺了一聲 嘩,是蛋來的 殺了一聲就已經吃了,真是突破一切 氣動到了,求婚時愛成功 當然要擁抱慶祝一下 到底兩位男女會不會依照指示做擁抱我們的工作人員呢? A,男女階擁抱 B,男女階拒絕擁抱 C,男方擁抱 D,女方擁抱 全部都是A的 全部都是A的 什麼人來的 是嗎? 同一個訓練出來 我們都是TVB訓練出來 為什麼A? 我看到他們什麼都做了 當年你怎麼入行呢? 當年我是憑我的美式入行的 怎麼了? 大家懷疑嗎? 有沒有作出氣心呢? 顧教授,你說是嗎? 是嗎? 認同 他額頭,但沒有說過任何話 他本身不會說話 他有口罪難以 我看到他們剛才的男生和女生都很榮蕭 很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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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應該沒什麼問題 抱抱抱抱的那些 抱抱抱抱抱 但上真的贏了嘛 贏了就很開心 是啊 對呀 對手很胖的 沒什麼所謂 你做過對手戲 最胖的是誰呢? 你不要問他啦 還生於他對手那些 都是俊男來的 不如問我 不是阮兆祥就是那個 你那個是俊男來的? 你有沒有理過我感受啊? 因為他剛才說的問我 也想不到 捉悶對捉悶 我印象中那些男生 你就算好了 譚永兄姐姐對親都是俊男來的 是啊 好啊 好,我們看看答案 求愛成功啊 什麼表情這麼痛苦啊? 看看男生如何 這位男仔勇氣很加 毫無顧慮地抱起來 厲害 兩位男女都獻上深情一抱 所以答案是A 男女佳勇抱 很重要啊 剛剛是這位哥哥 你握手了 為什麼你這麼有勇氣 你知不知道剛才 你對手多少剩? 幾千多二千 рек 我沒試過抱著假髮 不要看外表 看內在 看內臟啊 類在 你會不會作出更深入的犧牲呢? 不會 第一回合三位答對,人人有靚心 究竟甚麼可以驅使到人們在當回當行 做出這樣的行為 好了,我讓我用硬場學來分析一下給你聽 關鍵就是我們放了一部專業攝影機 令測試對象相信真的有視鏡進行 而且他們一心想做無故 所以在鏡頭前,甚麼都願意做 還愈做愈起勁,愈做愈認真 就算我們的要求越過分 他們都一樣照做 沒錯 你為甚麼要彈開? 我也彈開 我們要保持距離 多數某一類人,我們會自自然而保持距離 我們是明星,我們是普通人 當然要彈開,保持距離更好 但有一些類型的人一看到,大家都會彈開 在行為心理學上,人與人之間有一個安全的距離 今次是測試人安全距離的極限有多少 我們找了十幾位觀眾模擬一個問卷測試 其間我們安排了找惡形物商 還挖在隧道的阿叔坐在測試對象旁 那麼做法,身邊的人還不彈開? 看看情況如何 這位姐姐只是左邊 這位直接走開 有人就索性 站在那裏填問卷 真是辛苦了 好,問題就是以下這三位觀眾 哪位彈開的距離最遠呢? A,藍色外衣女士 B,綠色衣衫男士 C,紅色外衣女士 A,B,C都有人選 你小事 我不是A 你是A嗎? 要不出黃牌? 我出 為甚麼? 一輸就很慘 我選了,覺得要出就出 我選C嗎? 我選了一個紅色衣服的女士 為甚麼紅色衣服的女士 我不知道 她好像很害怕和醜 她會彈開一點 彈開嘛 她是不是真的男人 如果給你,你會 我? 我一腳就招開她 譚又英姐姐 我覺得 教訓她 A和C都是女士 我覺得女士有時很害怕 很害怕 就算不喜歡 可能未必馬上有反應 害怕 不知道她會彈出甚麼 但男士就不用害怕 是嗎? 不喜歡不就離開 是呀 我會是這樣想 女士可能是想離開 不過想想離開 可不可以離開 又怎樣怎樣 終於還要坐在這裏 我們看看答案 答案 好了 這位A 藍色衣服女士 她一彈就彈開三個人位 好 B 這位綠色衣服男士一彈 又是三個位 好了 C 這位紅色衣服的女士 一彈就彈了很遠 疫情也不錯 走了去另一道田 答案還不是C 紅色衣服女士 我們有辦法 這樣都被你猜中 真是好人 我都是黃牌 你姦姐不行 你姦姐不行 我經常姦姐錯誤 那你的愛情都感覺重 錯了錯了錯了 亂付出她 買賓口人記賓口碗 你們的幸福就不要太多 所以我都不敢說話 一說到這些 我不敢說話 在無小為面前 多謝多謝多謝 你都不是好很多 人家馬釣 你又喜歡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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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說話 既然華線答對 給你一個美心 你下火 我們看看專家有什麼意見 謝謝歐先生 其實安全距離 是說的是一個私人的空間 我們通常希望和陌生人 保持大約四尺至十尺範圍之內 很明顯地那個先生 侵犯了觀眾的私人空間 令你感覺不安 和想彈開 但其實我是猜招的 因為通常男士來說 他需要的空間是大一點的 但其實都因為國籍 因為不同人的文化而言 會是 謝謝歐先生 男士 需要的空間比較大 那你什麼意思 要我彈開 但現在電視機旁邊的觀眾 千萬不要彈開 大家繼續黏著電視 看看廣告後的說話